這對每一方面有幫助, 身體有幫助, 靈性有幫助, 心情有幫助 就是時時保興散, 耶穌都說, 凡是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兒子, 我就死了, 不得安息 凡是勞苦擔重擔的人, 神可以給我們安息 其實放鬆我們是人都知道好的, 醫生說輕鬆一點, 放鬆一點 但是很多人做不到, 想做就是做不到 那怎樣能夠好鬆呢? 其實鬆也有程度 那時我在大學上體育堂, 有個老師教的一件事, 我以後都會記住 他就叫我們躺在地下, 每個人都收緊了肌肉, 全部的肌肉都收緊 然後一起放鬆了, 一起放鬆 然後你就發覺放鬆也有再放鬆, 再放鬆我 很多人坐在那裡, 雖然說是放鬆呢 和你心裡的放鬆是不同的 和心境的放鬆也不同的 那這種放鬆有什麼益處呢? 第一個人不要擔心減少, 身體會輕鬆 待人接物輕鬆,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對於整個人的心態也好 當然這個輕鬆也是由神來的 神照顧我們, 神幫我們, 神愛我們, 所以我們能夠輕鬆 那怎樣可以有這種輕散呢? 這種輕散就是, 心信, 神是凡事都照顧的 他一定什麼都可以幫 聖經是說了, 將你的事交託耶華, 耶華必成全 神一定成全 我們都看到, 神是真的幫我們 聖經也說很多,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沒什麼能夠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神的愛是, 凡事都能幫到我們的 經歸耶華的人, 什麼好處都不缺 什麼都會幫的 你深信神會照顧, 人就鬆了 但很多時候我們進不了這個位置 原因就是因為周圍的人不好 我們總是覺得 神應該將我放在另一個環境 那個環境的人好些 但其實你問人, 你的環境有沒有不好的人? 每個人都說有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款 不過有些比較嚴重, 有些沒有那麼嚴重 每個人都有問題 我自己來說, 我現在來說, 我感謝神 我現在來說, 如果說面對人的問題 我比以前少很多很多 以前是多很多問題 不過現在我要面對的是 我怎樣去幫教會 幫地區復興 去想他們, 如何幫他們處理 我感謝神 在我現在來說, 我是小問題 但我以往是經歷過很多困難 很多負面的說話 很多的攻擊、 批評 有很多的 但我在這個困難中, 我就學習 神會幫我、 神會照顧我 雖然人做什麼都好 難阻不了神的計劃 難阻不了神的工作 我很深信神的計劃 聖經也有講到 詩篇139.16-18 講到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未到一日 你已經寫在你的策上 神已經寫在那裡的計劃 我很相信這個計劃 好像約室 他哥哥想害他 但神已經老早計劃了 要祝福他 並且透過他祝福 以色列的人 神已經定義了 人是難阻不了的 所以約室是一個好的例子 讓人看見 人難阻不了 即是我們不將期望放在人身上 就是祝福 到後來約室 反而他就得到 他的家庭的愛 以色列人對他的愛 以色列人對他的愛 Icon對他的愛 其實他後來 全部得到 全部得回 我們也是 當我們聽神的話的時候 神就會一步步 越比越多 尤其是當我們越祝福人 你就越多 因為人通常都是自私的 很少人就是想 我們來教堂祝福誰 很少人是這樣 但是你越祝福人 那些人受諾你的幫助 他就會 總有回應 但是總有很多人沒有回應 所以在我幫那麼多人中 有一部分會回應 我已經覺得很好 我又不用他做在我身上 他就接受我所教導 他改變 我就很開心 我已經很開心 因為神給我很多東西 我不期望在人身上得到的東西 總之人改變 我就很歡喜 所以我又覺得神會照顧 其實如果說到推行復興 是一個很大的責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去到 我主要不是在平迅童身上 雖然我都幫平迅童 但我主要是在牧者身上 帶領領導 因為他改變 他就影響那些人 這是很大的責任 因為人們未必會接受 但是我看到神做功 有不同地方的領導人 他都聽到一些教導 覺得好 他又會接受 同時我也看到他們的好 我又會接受他們的好 我又會在他身上學習 我又輕鬆 他又看到我輕鬆 他又開心一點 今次去過的傳導人 真的很開心 他看到我們開心 尤其在領領拜 他真的很投入 很放 他自己也很開心 這就是祝福到他們 幫到他們 如果我的心很猛 很急 死吧 今次行不行 他們又不聽話了 怎麼辦呢 我做不到 還有會有很大的壓力 我會積聚 很多壓力在我身上 但我是沒有積聚壓力的 其實我是甚少有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有什麼不改 我經常覺得 我經常覺得是他的責任 但我會幫他 我會提升他 但我覺得是他的責任 我不會背著 為什麼這個人 肯定是幫多少不改 我覺得是他的責任 我為什麼要擔負 因為如果我擔負 一天擔心一點 就很慘 如果我一天見一個人 那個人又不肯改 又受苦 哎呀,很慘 哎呀,怎麼辦 怎麼幫到他 哎呀,是不是我做得不好 這樣我就很慘 但我總是覺得 他看到我都好一點 感謝神阿里利亞 他一天改了一點 就會OK 我總是用輕鬆的心態 去面對 其實有時候我看到 有些人都很慘 有時候我都覺得 我為他慘 我去到有個太太 她說她丈夫 也有打他 經常賭錢 不肯努力做事 她是覺得很辛苦 她來聚會很歡喜 她真的很喜歡在這裏 去到很晚都不肯走 她在這裏 她差不多最後才走 怎樣知道 有一天她丈夫不讓她來 並且要脅 如果你來 我就把你的教堂拆毀 就是這麼緊要 我看到她這樣 我也覺得很 為她辛苦 我也聽她說 我也接受她的感覺 安慰她 我也跟她說 有幾個可能性 這個詳細我不說 這個情況 但好像她看到這麼重 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很辛苦 但我自己的心態就是 她說我去到令她開心了很多 我亦都給了她一些路 她怎樣可以走 可以面對前面的路 所以是有改變 但 是不是那個問題沒有了呢 不是 但起碼她知道 你怎樣做 還有我告訴你 你可以找我 她可以找她的傳導人 但她想找我 我可以給她一些意願 那牧師如果真的出到打 那你會不會 就是 你會不會要她離開 我會這樣說的 如果一個人打是有影響 有危險性 有傷害性 我就覺得她是有自由去離開的 就是 因為打 你 就是 一天打一下 一天打一下 打一下可以打死人 可以打傷 就是可以很嚴重的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可以分開 一個就是 姦淫 這個就是絕對自由的 又姦淫 第二個就是 如果對方是經常賭錢 不斷債務累累的 你一會兒又欠一萬元 一會兒又欠幾千元 就是你怎樣費和她生活 有些是令到你經常都大耳窿上門 是的 直接沒辦法承擔到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的 另一個就是打 鬧 我通常會說 盡量用孤獨的方法 不是癮 而是化學解鎮 有時是雙方便 有時太太也要學習她 如何 她會不會氣到她的丈夫 她自己也要處理這件事 我自己會說 她盡量用柔和的方法 不過有三樣 我覺得是比較嚴重的情況 我會說 如果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都可以考慮分開 或者先分開一段時間 不要說馬上離婚 然後才真的不改 是持續問題的仇恨 如果是奸人一定可以離婚 另外那兩樣 如果她持續沒有改 錢這樣賭 以及一直欠債 那件事很恐怖 還有有些丈夫叫她太太 你用你的名字和我借錢 這個我是很反對的 因為她借了很多 然後她就走了 剩下一個太太 剩下一個太太 很大筆債務 我都不知道她怎樣還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這三個情況 如果持續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可以讓她離開 當然這個最好就不是 最好能夠處理到 好了 我想說 如果我背著她的擔子 我都很嚴重 如果我 那裡也有幾個人 很慘 如果我每個人都背著她 我沒有辦法 就是向前去走 有些人就說 你周圍的人不是這樣 我周圍的人很重 但的確 我們周圍的人 不能夠永遠擔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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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你一個兒子 可能是跟隱壞人 我都說 你能夠做什麼 你能夠親近神的得力 你不要被她影響 你對她愛多一點 關心她 希望有一天她聽你的話 但肯定她現在不太聽你的話 你再磨她 又不會聽 你擔心她也不會聽 那會令你自己辛苦 你又改變不了她 當她已經是成年了 她自己要走她的路的時候 的確沒有人能夠改變她 譬如有些人是要打機 你叫她要打 那你只能夠用愛心 有黃的心 希望有一天會改變到 其實另一個道理就是 放手 放手 聖經有沒有支持這樣的說話 當人不好的時候 放手不是不幫她 而是不給她影響 在傳道書 也有講到其中一件事 例如你的錢 你將來留給你的兒子 她說的說是很有趣的 她說 她是怎樣的人 你都不知道 她將來的錢都給她 她今天是另一個人 這樣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很期望 其實我們照顧家人是好的 但如果我們將期望放在她身上 是會有時候很失望 但如果我們能夠柔和地對她 又可能影響到她 越能柔和就越能影響不到 影響到的時候 是能夠令她祝福的 意思就是說 其實聖經另一句說話就是 我父母離棄我 也說收留我 就算父母離開 我都可以放手 因為有些人要照顧我 那人就會輕盛 因為她對我們不好 如果我們繼續受影響 我們就繼續得不到喜樂 得不到喜樂 得不到力量 得不到喜樂 就影響我們和神關係 又影響我們心情 影響我們身體 影響整個人的發揮 所以我很深覺得 我們不需要受家人的影響 如果她不好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若新 她的哥哥出賣她 有些受的影響 她便會埋怨 但她又不當一回事 一樣是親近神 去到埃及得的親近神 神便祝福她 她又沒有執著 嘩!你哥哥對我不好 怎麼辦呢? 即她沒有執著這件事 這就是一個例子 她是放手的 所以如果可以影響 就總會影響 但影響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一個輕省的心 去祝福她 而不是一個 揹著淡子去幫她 而這個心態 即是心中神的恩典 和揹著人的重擔 但是想祝福人 另一方面 都是身體的 身體和心情 怎樣呢? 我坐著 我經常都很輕鬆 這也是會幫助人的 但是很多人坐著 都會有壓力感 還有呢 例如我和人們祈禱 我發覺她的眉頭是皺著的 我說 你放鬆眉頭吧 因為她都是想著不好的東西 而擔心 所以我們無論是坐著也好 你坐著呢 你說我都沒事 我都可以坐著 而且很刻意輕鬆 是另一回事 不如大家試一試 你試一試 你刻一眼 你從腳開始 放鬆了 你可能會發覺 如果你腳很放鬆 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有些雜渣 好像有些雜渣的聲音 在腳那裡 最好不要翹腳 你放鬆一腳 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 這件事最好 是甚麼時候 你如果走完路 累了 你一坐下 你腳下就腳發脾氣 只會有些雜渣的聲音 你現在放鬆的腳 可能你會覺得 好像有雜渣的聲音 有些東西流過 然後呢 有幾個覺得 有沒有人覺得 你覺得 有兩個覺得 然後呢 放鬆的心口 放鬆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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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的心情 心裡想著 耶穌真是好 放鬆的肩膀 放鬆的肩膀 又會有一種舒服的肩膀 放鬆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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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 many人覺得 嗎 會不會有舒服的肩膀 有幾個覺得 很輕鬆 這件事呢 我希望大家平日都這樣做 因為為什麼呢 你可以在這裡 在這裡這種狀態 還是在這裡 我就會鼓勵大家 能讓你感受到聖明的心境 當你站在內背就坐下 例如你睡覺睡不到 你又站起來很鬆 因為想著耶穌真的好 耶穌對我 你睡覺容易睡 祈禱半個小時 然後你睡覺會容易睡著 如果你晚上醒了睡不著 你又起床 睡不著就不要繼續睡 你繼續睡會很久也睡不著 你起床 放鬆的人 祈禱 又是大約半個小時 或者起碼三四個小時 然後又再睡 睡在床的時候 每次睡在床都是這樣 放鬆肩膊 放鬆整個人 很放鬆 然後想著耶穌 然後想著 耶穌真的好 你不用用口說 你會發覺你會快睡著 你會發覺你會快睡著 好鬆好鬆會快睡著 OK 好 大家開閉 你試一日多些時間做 你的心情會好很多 這個是身體上可以幫你 對神的信心有放鬆 對人有放鬆 那種 亦都是 那種心態 享受生命 就算 享受生命 我的意思不是 常常去玩 我不是想著那種 而是現在我做什麼都好 我都享受 那種心態 那你就會發覺 祈禱啊 坐在那裡都可以享受 有時候我一陣子可以睡著 我馬上有力 有時候睡不著 也不要緊 有時候睡不著 放鬆 一陣子那些體力就回頭 這是神創造人的那種 不恢復的能力 希望大家經常都在這種 輕散的狀態 耶穌都是輕散 勞苦丹蟲 就可以得到安息 再次了解 愿意 為人的福祉 再次了解 都不可忽 來問我 不可忽